大家好 今天来这个山上面 探索一个山洞 村门说山洞里面有个生坛可以钓鱼 我去看一下 改天就过来 走 看这个洞口到了 洞口很小的 走上去看一下 这个洞里面 好凉在这里 带来一把小铲子 它里面有蛇 还带来一个捕蛇的工具 走进去 这个山洞 今天好宽敞 这些石头好漂亮 那里有一个中午石 闪闪发亮的 哇 里面这些石头太壮观了 看这种石头 哇 太漂亮了 洞口的那么漂亮 里面肯定还要漂亮 哇 上面这些石头 哇 太漂亮了 上面那些 哇 到里面去 哇 看 这些石头 真是太漂亮了 下面好快 看这里面的石头还要漂亮 这些石头太漂亮了 好像那个深入空那个水帘洞里面那种 下去了 哇 前面这个好像一个石门 看 漂亮漂亮 上面好宽敞 要上去看一下 要往这里爬上去才能 爬上去 爬上来 走 走 把我这身工具拿着 到这个洞里面还要宽敞 如果是抗战时期 里面可以容纳几百人 走 下去看一下 哇 这里面还有村民正来烧火 看这里还有一堆水 这里还有一个铁锅 这里有个洞 看一下 下面 哇 下面有水 哇 是不是川门说的那个 哇 那里还有鱼 鲷鱼 看 哇 真的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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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鱼 水源 往这里 往这里出去 这里有个洞 哇 看一下 里面有水 现在没有啦 发大水的时候 看 这些石头 进来那么久 还没有看到村民说的那个 全野 再进去看一下 哇 进到里面了 还要翻炒 哇 那些里巴 都还是死的 有好多小沟 哇 还有水底深 嗯 可能 船也就在这里了 看 里巴 都是死的 嗯 那里还有字 跟着这条小沟 去找那个船也 哇 找到了 在这里 终于 终于找到了 看 好大 很小的船也 这个 船也 到那里面去 里面还有一个 在那里 这里的水 绿油油的 哇 哇鱼 哇鱼 鱼 看 那里有一条鲜鱼在油 出去了 来给我们 拿个瓶子钓 还有地龙 都可以 拿到这里放 出去了 啊 终于出来了 在洞里面 我都出汗了 明天我们拿瓶子钓 还有 那个地龙来放 那我们来做一下 我们来做一下 好